说这个东西就是关于这个正责表达式啊 正责表达式以及这个表单验证啊 有同学反应要说一下这个 其实我们也是肯定要说这个是安排的最后啊 那么为什么安排在这里呢 因为这个正责表达式大家都学过了啊 在拍摄里面也学过了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呢 就什么呢 就不讲重复的东西啊 然后正责表达式这个东西的话 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前单开发中 主要是用在哪里呢 主要是用在这个表单验证这一块 表单验证的话在平时开发中是什么呢 就是应用场景不是太多 有时候会用到是吧 那么大部分的时候不会写什么表单验证 比如说这个登录的一些验证啊 或者是干嘛的已经写好了 大部分时候已经写好了 可能碰到开发新项目的时候怎么样 可能碰到开发新项目的时候要用到是吧 所以说这个使用频率不高 但是用到的时候还得用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了解这个规则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可能了解一下之后 长时间不用又忘了 忘了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怎么样呢可以过来再怎么样呢 再复习一下然后再用啊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主要是讲这个 我们建言诗里面用这个正责表达式的什么 跟python不同的地方 规则和其他大部分都一样的规则啊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同语言的正责表达式的规则应该几乎都是一样的 是吧 你学一个规则的话 实际上其他的什么呢 其他的地方都能用啊 其他地方都能用啊 好 那么比如说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正责表达式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给大家稍微的复习一下啊 正责表达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相对于是什么 让计算机可以读懂了什么 这个制服创的匹配规则 是这样的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好 然后我们这个正责在我们的件试里面是什么创建的呢 比如说一个规则啊 好 创建一个规则 比如说那么我们来新建一个页面啊 新建一个页面 比如说是这个是006啊 这是正责表达式啊 正责表达式 好 正责表达式的话 那么直接可以在这里面写啊 它不需要什么知识啊 不需要什么杰克瑞的知识啊 那么正责表达式的话 比如说先创建一个正责的规则啊 那么既然是里面怎么创建正责规则呢 那么就是比如说 挖一个什么呢 啊 一是吧 啊 一这样一个啊 这是用的什么匈牙利命名风格是吧 啊 一啊 啊 一零一吧 啊 一比如说是这个 零一啊 这样一个规则啊 这个规则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 那么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面向对象的方式创建啊 面向对象是这么创建的 六一个什么呢 六一个 啊 一击是吧 一XP啊 这种方式来创建啊 比如说这里面 这里面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A 是吧 假如这样子啊 这个的话就是匹配一个A 这样一个字符创吧 就这样子啊 这是它的一种创建方式 这种创建方式下来说什么啊 就比较慢 是吧 比较慢 那么大家要知道这种方式 是吧 比如说那么后面可以跟什么呢 跟这个参数 比如说跟一个I I的话是什么 就是忽略大小写吧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I是不是忽略大小写啊 是吧 好 没有 没有吗 忘了是吧 都忘了啊 都忘了啊 其实的话 大家如果学正转的话 可以怎么学呢 你可以把这几个正转 把它把它什么呢 存下来 然后用的时候 直接拿来用就行了啊 大概我们前呢 就是这么用的 比如说 这个是用户名的正转啊 把它拿过来 然后用一下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这个的话 什么呢 邮箱的正转 是吧 把它拿过来 用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你们后面学爬虫的时候 肯定还要什么 再加强你们的正转的 一些规则的学习的啊 爬虫 爬虫里面可能 很多地方都是正转啊 好 好 那么这是一种创建方法 是吧 这是一种创建方法 那么还有一种创建方法 是什么呢 这个是规则 然后加参数 是吧 好 比如说再哪一个 是吧 这是第一种啊 第二种的话 比如说 A102 是吧 02的话 等于什么呢 直接写两个斜杠 是吧 比如说里面写个A 这就是匹配A 是吧 匹配A 然后这里面 后面跟一个I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参数 是吧 假如说我们不写I吧 这样子的是吧 好 然后这是基本的正转规则 是吧 正转规则写完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的这个 主要是怎么用它呢 是吧 正转规则写完之后 怎么用它呢 那么我们主要用的是 两个函数啊 哪两个函数呢 一个是 主要是用test 啊 用test来匹配 就是说 用正转规则来匹配一个什么呢 一个字符串 如果匹配成功的话 就什么 返回真 否则就返回假 是吧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test啊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写了这个什么呢 写了一个字符串啊 比如说我写一个字符串啊 好 比如说这个挖一个什么呢 这个S STR 是吧 STR01啊 好 STR01假设是这样一个字符串 是吧 好 比如说是这个是 ABCDEFG啊 这样一个字符串 是这样的 好 然后的话我用这个正转来 test它 是这样的 test它啊 好 比如说 啊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 啊 102 是吧 02 然后是test 这个什么呢 这个字符串吧 test它啊 test它啊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 它弹出一个什么东西 是吧 弹出一个什么东西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弹出一个true吧 是不是true啊 为什么弹出一个true呢 那么这个就是匹配这个A吧 匹配这个A 那么这个里面有没有A标 A这个标签呢 有吧 是吧 那么就匹配成功了 就弹出这个A 是吧 好 想说我再 写一个是吧 str啊 str02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假如等于这个cdef 是吧 cdefgh 是吧 这样一个字符算吧 是吧 如果我来test它的话 怎么样呢 啊 好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啊 102 是吧 102 102 点test test 这个str02 是吧 好 str02 好 这个时候 什么呢 这个是应该是弹出一个force吧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弹出true 是吧 那里面没有A 就弹出force吧 好 就这么简单 啊 就这么简单啊 就是用这个正则的规则来test这个字符算 如果含有这个东西的话怎么样 就是返回true吧 如果不含有的话就返回force 是吧 这个正则规则是一个最简单规则 是吧 简单规则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是吧 假设说啊 那么这是最基本的这个什么 正则的一个单元 是吧 就是一个A 写的一个A啊 那么这种单元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效率不高吧 我们一次只能写一个 是吧 写一个啊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的话 正则还有些什么单元呢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其他的 是吧 比如说是这个 一些转易的 是吧 转易的单元啊 比如说我们来匹配这个 转易的匹配 是吧 好 转易匹配 那么这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 杠D是什么呢 就是匹配一个数字 是吧 比如说是0和9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杠D这些东西是吧 好 是不是一样的是吧 杠这个大D的话 什么呢 就是除了0和9吧 是吧 杠W的话 就是匹配字母数字和下画线吧 是吧 匹配字母数字下画线 杠DW的话 就是匹配 除了它之外了 是吧 好 杠S就匹配这个空白弧啊 杠大S就是匹配非空白弧啊 杠这个B的话 是匹配单词的边界 这个的话 是匹配非单词边界 是吧 然后这个点的话 就匹配任何一个字符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如果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写这样一个正折 是吧 写这样一个正折啊 好 比如说我们来写这样一个正折 这样一个啊 1 然后03啊 假设说是等于一个什么呢 两斜杠 是吧 然后这个杠这个 杠这个D 是不是这样的啊 杠D啊 这个的话就是匹配什么呢 匹配数字吧 这是匹配什么呢 是匹配什么 一个数字吧 就匹配一个数字 匹配0和9 是这样的啊 匹配0和9啊 好 如果是什么呢 啊 好 匹配一个数字啊 好 匹配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 是什么呢 假设我再来一个字符算啊 S TR 03 啊 假设这样的一个字符算 等于什么呢 1234 然后 A B C D 这样一个字符算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样一个字符算啊 好 这样一个字符算之后 我想 我想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 Test的它是吧 Test的它啊 好 那么的话 我拿一个 把这两个注掉啊 来Test的它啊 比如说这个 Alt一个什么呢 这个 R103是吧 点Test吧 Test 然后这个什么字符算吧 这个Test STR03吧 是吧 好 STR03啊 好 这个看一下弹数什么 是吧 是什么啊 好 这个弹数的是一个Tuber 是吧 还是一个Tuber啊 好 这个的话好像什么呢 就是不精确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杠低怎么样 只要是里面有数字 我就弹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弹出来了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Test的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它有什么 一个什么 这是不好的地方 什么呢 这个Test的是什么 是什么 比较懒吧 比较懒 比较懒惰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匹配这个 杠低就是数字吧 好 我先找 找这个字符算里面 有没有数字啊 找到第一个是吧 这是不是有数字啊 有数字反正是怎么样 好了 就不匹配了 明白没有 就找第一个 找完之后 然后没有的话 就不匹配了 那么后面的话 什么呢 我就不管了 反正我找到第一个是数字 我就什么 返回Tuber吧 是不是返回Tuber啊 返回Tuber啊 这是弹出这个Q是吧 好 弹出 弹出Q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假设是什么呢 假设我想匹配 纯数字 就是匹配 比如说我这个字符上 我就有它是纯的数字 就没有字母是吧 匹配纯数字 没有字母啊 匹配纯数字 没有字母的话 那么就是 这个是什么 是匹配一个吧 匹配一个啊 如果匹配多个 的话是什么做呢 是吧 那么就什么呢 这哪一个啊 匹配多个的话 是这样的 就是R103等于什么 它加一个加号吧 加号是否匹配多个啊 是吧 好 这个04吧 匹配多个是吧 好 多个的话 我再用它来谈一下 是吧 多个啊 匹配它 匹配多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匹配多个啊 好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 再哪一个啊 这个R104 是吧 04的话 来test这个什么呢 这个STR03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的话 把它注意一下啊 好 注意一下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个弹出的 还是tube吧 是不是还是不对啊 是吧 是不对啊 就是说 我想匹配 纯数字是吧 这个里面 是不是还有非数字的啊 是不是还有非数字的啊 所以这么写还不对 是吧 这么写还不对啊 就匹配纯数字的啊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 有修饰吧 有修饰 就是我们经常写的修饰 就是说 开头和结尾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里面写个开头啊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开头也是什么 也是数字啊 然后结尾也是数字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要这么写啊 开头也是数字啊 结尾也是数字啊 好 再来一个 好 开头也是数字啊 结尾也是数字啊 好 这里来个05是吧 05啊 05的话 那么什么呢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开头结尾都是数字啊 如果说再用这个来test 他的话 这么 那么这个就可以了啊 好 比如说这个是 05啊 05来test他啊 05来test03 是不是啊 看一下 用他的这个规则来test他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看一下啊 好 这个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是吧 刷新一下啊 好 这个时候是4是吧 这才正确是吧 这才正确啊 所以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用的这个test是用的最多的啊 基本上我们在椅树里面用正则 基本上是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有个问题就是说 它只 如果你不标注这个开头和结尾的话 它怎么样呢 它只要匹配成功一个 它就觉得成功了 是不是这样的 匹配成功一个就觉得成功了啊 所以说我们必须 我们的胜则必须都加上开头和结尾啊 开头结尾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这个开头挨着数字啊 是吧 结尾也挨着数字吧 所以说这个什么是不成功的吧 是吧 好 假如说我再来一个啊 比如说这个str是吧 str04啊 04的话就等于成数字的这个字符上 比如说是12 12345678 是吧 这样子的 是吧 好 然后我来谈一下它是吧 看一下它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是R105 R105 然后test的这个04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返回的 上面一个是force吧 下面一个是不是true啊 这就对了吧 是吧 这就对了啊 好 所以说我们写这个规则 基本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要加上开头和结尾 是吧 要加上开头和结尾啊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 数字是吧 数字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呃 这个的用法啊 test的用法啊 所以说我们的 这个规则里面大部分都是用了什么呢 用了这个开头和结尾 要加上这个啊 好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假如说是这个 呃 再来一个这个啊 好 比如说再来一个规则 比如说这个是06吧啊 06这个规则的话是拿一个什么 杠W是吧 比如说是杠W啊 杠W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匹配数字字母和下话线吧 看一下啊 好 这个是匹配 匹配 一个单子字符 就是字母数字和下话线是吧 匹配这个是吧 好 那么匹配数字字母和下话线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 呃 我们来用一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参数啊 参数 这个是大写小写的都匹配吧 这是等价于 这个是非是吧 这个是大写小写都匹配啊 好 来想一下啊 这个的话 这个啊 好 比如说我来匹配这个吧 匹配这个 AB 是吧 这样一个是吧 这样一个字符上吧 匹配这个啊 比如这样一个之后 比如说我来写这个 写这样一个 STR05 是吧 好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AB 是这样一个是吧 好 然后再来一个 好 比如说我这里是一个大A 是吧 大A这样子是吧 好 然后我来匹配它是吧 这是一个大写的A和B吧 是吧 好 来匹配它啊 然后用 这个来test它 是这样的 test它啊 好 那么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R1 R1什么06是吧 R106 然后test这个什么呢 STR05是吧 好 这个test test STR05啊 05好 这看一下啊 好 这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弹出什么是吧 弹出的是一个force吧 是不是force啊 force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小写的AB是吧 然后这个什么大写的AB 大写的A和B是吧 这个什么 就是不匹配吧 是吧 不匹配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加个参数 刚才说的这个I这个参数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忽略大小写吧 如果我们加一个I 看一下啊 加个I 这个时候匹不匹配啊 看一下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这个是不是chue啊 就匹配了啊 这是匹配啊 这关于这个I的这个什么呢 I的这个参数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个大概是一些基本的规则啊 基本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这个是开头和结尾 然后什么呢 这个是这个忽略大小写啊 好 然后的话 我们写这个正德是什么写呢 写正德是不是需要什么 需要根据这些组合来写啊 根据这些组合来写啊 大概根据组合来写啊 好 然后的话还有什么 正德里面还有什么量词吧 是吧 比如这个是出现零次或一次 是吧 这个是出现一次或多次吧 刚才我们是用的加号啊 是吧 出现一次或多次啊 然后这个是出现零次或多次啊 这个的话是出现N次 是吧 就是固定的次数 是吧 好 然后下面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什么呢 匹配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吧 是吧 匹配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啊 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啊 比如说匹配这个A 或者B 或者C 或者1 或者2 或者3 是吧 然后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匹配这个A到G 或0到9 这些字符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子啊 好 这个大家应该是有一些印象吧 有印象吧 应该啊 有印象啊 到这里应该忘了一些的啊 因为这个东西不常用是吧 不常用的话 这个规则有时候也是不好记的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应该是这种策略啊 就是来用的时候的话 要用的时候再来过一遍啊 过一遍 因为这个开发的时候 就是很多时候不用啊 又用的时候怎么样呢 又需要什么这些字 啊 所以说只能这样子是吧 好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开头和结尾 刚才我们说了吧 开头和结尾啊 然后的话这个是什么呢 忽略大小写啊 这个是传闻检索 还有一个G 就是传闻检索 就是检索所有的 是吧 检索所有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TES的函数 这个TES的函数啊 TES的函数 如果你把这个TES的函数用好之后 基本上我们GS的时候 就是开发的需求就可以了啊 开发的需求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什么呢 说一下这个常用的正则规则啊 常用的正则规则 然后我们是怎么用呢 比如说这些正则规则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存下来吧 存下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实际看 我们怎么用呢 把它直接考过来 然后TES的它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用它去匹配我们要的东西 就可以了 是吧 如果认真的去G的话 有时候什么 常之前不用 你就忘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好 那么这几个正则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 完后的话 我们来拿一个具体的例子啊 拿一个具体例子 来做一下这个东西 是吧 只要我们就 这个例子中 大部分的时候 只用它一次就行了 用一次就行了 好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用户名的 这个正则的规则 是吧 看一下啊 用户名的正则规则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开头吧 然后这个杠W是什么呢 数字字母和下划线吧 好 然后是6到20位的 是不是6到20位啊 然后是结尾吧 就是说用户名的话是什么呢 数字字母和下划线6到20位吧 是不是这样一个正则的规则啊 是吧 你用这个规则去test 你那个输入框里面输入的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输入东西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正则的规则啊 正则规则 好 那么的话 这是 这个用户名不是说固定的是这种刑法 不同的公司可能不一样吧 是吧 这个是根据 根据什么 这个业务的需求是这样的 可能大部分的都是这样的 是吧 用户名就是 只要求是数字字母和下划线 是吧 那么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接着 那么这个邮箱的验证 实际上是最典型的吧 邮箱验证是最典型的 是吧 邮箱是什么什么 什么是at 什么什么 多com多cm吧 当然是这样子的 是吧 好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A到Z 0到9 是吧 开头 第一个字母 A到Z 0到9 然后是 第二个字母的话是 数字字母和下划线 然后或者是点 是吧 这个是转译吧 是吧 或者是横杠啊 然后是 零个或多个 是吧 零个或多个 信号是零个或多个吧 然后这个是 at前面的这个规则 是吧 然后再一个信号是吧 零个或多个 然后的话怎么 这个是at吧 就匹配at 是吧 邮箱里面是不是都有at啊 邮箱里面都有at at完之后 然后是什么呢 就是域名吧 一般是什么 一般是什么 at什么 信号 .com呢 at什么 163.com 是不是这样的啊 at16.com 是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A到Z A到Z 0到9 或者横杠啊 一个或多个 是吧 一个或多个啊 这是后面的这个啊 接着的话是什么呢 再匹配一个什么 点吧 点啊 tokom吧 tokom tokom这个里面是com com的话 那么是 这里面也是什么呢 一到二到五个 是吧 二到五个是什么意思呢 有tokom 是三个字母 是吧 有tokom的话是几个字母啊 两个字母吧 有什么点org啊 又是三个 点net也是三个吧 是吧 可能还有其他的什么 这个是A到 二到五个是吧 然后整体的怎么样 一到两个吧 比如说你的邮箱 可能是tokom 或者是 如果是两个的话 是tokom.cn 是这样的 是不是两个啊 当然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这个规则的话 你可以大概的读懂就可以了 然后你什么呢 你就把它存下来就行了 是吧 比如说你用好了 一个东西之后 把它存下来 放在这里 要用的时候 把它拷贝过来 用就行了啊 介压室里面是这样子的 因为用的不多是吧 不多啊 这样子的啊 好 这是关于邮箱的验证啊 然后的话 密码的验证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是 杠是吧 开头 然后结尾是吧 然后这里面是什么 杠w是什么呢 数字字母下画线吧 然后还有这一符号 比如说是这个 感单号 at 警号 这个什么 这一符号吧 六到二十位是吧 六到二十位 是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这样的符号 开头和结尾啊 开头和结尾 好 这是关于密码的啊 但是不同公司可能不一样啊 不同 不同公司不一样 你把这个规则放到这里就行了啊 然后的话我们怎么样呢 手机验证 手机验证就是 开头肯定是一吧 开头是一 然后是 13几 14几 15几 18几 是吧 18几 然后是 后面再跟什么 九个数字吧 九个数字啊 大概是这样子了 是吧 这样一个规则啊 好 这几个规则的话 那么就 就 说好了 说完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利用这个规则啊 把这个规则拿过去的时候 就可以做我们的表单验证了啊 好 表单验证的话 那么实在已经发给大家了啊 发给大家了 比如说那么在 前一天的时候已经发给大家了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 在那个 七天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表单验证的啊 表单验证啊 把它复制过来啊 好 好 表单验证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是这样子的是吧 那么这样子 这里面是吧 它是这个表单验证 实际上它已经写好了是吧 已经写好了啊 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 写一个D是吧 D的话 如果我再移开 它是怎么样 它是提示你用户名 是五到十五个英文 或者数字啊 还包含什么 这个是吧 还包含这个啊 好 这个密码是吧 我先输的时候 比如说我输一个 然后离开怎么样 密码是六到十五位字母吧 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这几个逻辑都是一样的啊 逻辑都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吧 好 好 然后我再来一个 然后再来一个 五到十五 这个就行了是吧 五个十五 不对啊是吧 英文和数字 这应该一二三四五 应该里面写的不对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正则的话 是怎么写的啊 这个 这个验证是怎么做的啊 那么我讲一个的话 大家下面这几个都会做了啊 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则 它的里面是怎么做的啊 这里面是这个正则的规则吧 正则的那个什么呢 这是那个注册 注册表单的这个 这个结构啊 然后的话正则是写到这里面来的啊 resist的 这里面啊 写到这里面来的啊 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怎么写的啊 这个地方是怎么写的 这里面有个checkusername是吧 checkusername啊 好 那么它怎么写呢 它就这么写的 比如说这个 正则是这个 是吧 正则是这个啊 好 这个的话是这个 获取它的这个地址是吧 获取它的什么 指是吧 获取它的指啊 好 如果说它等于空的话 什么呢 用户名不能为空吗 是吧 好 然后的话再就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一关过去时候什么呢 就 这个test了它 是吧 用这个正则来test了它吧 这个正则 test在里面的值是吧 就是说如果说它的话 这个 hide是吧 然后是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test通过之后 怎么样呢 这个提示文字就 隐藏吧 好 然后这个的话就等于force啊 这是最终的 这一个值就是存 你到底有没有通过是吧 好 如果是这个test不通过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就这个 把它提示这个文字是吧 提示这个文字啊 然后的话这个last show 然后呢 这个等于tru 这样子的 就是表示这个是错的 是吧 就是 这个姓名的验证是错的 姓名的验证是错的 这样子的 好 好 这样一个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吧 看一下它的结构啊 它的结构的话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个结构啊 这个结构是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个结构的话 比如说这个用户名是吧 这是用户名吧 这是大概用户名的input的输入框 是这样的啊 然后这是大概用户名的 这个提示文字是吧 提示文字啊 好 提示文字啊 好 然后的话 我们来写一个吧 写一个大概的啊 然后大家来可以把这个密码写一下啊 好 比如说这个 呃 我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resist啊 比如说我再来新建一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resist啊 resist resist02啊 02点什么呢 s是吧 保存一下啊 好 保存一下之后 然后怎么做呢 然后这样做啊 然后这样子的啊 然后的话 我把这个页面先把它引进来是吧 这个页面引进来 这个resist02是吧 好 02的话 然后怎么做呢啊 我们来做一部分就清楚了啊 比如说我做这个 呃 做这个用户名啊 做这个用户名啊 写一下啊 写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 先把这个获取到是吧 获取到啊 好 首先怎么获取呢 啊 把这个先引进来啊 resist02 引进来之后我们先获取啊 获取的话先怎么样 先写一个ready吧 fungation啊 fungation啊 fungation之后 然后先把它获取到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的话是 这个用户名是吧 用户名啊 这个id等于user name是吧 user name啊 id等于user name 然后是 哇 一个多的user user name啊 user name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多了什么呢 这个警号啊 user name是吧 user name啊 好 user name 这样子吧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多了什么呢 多了这个啊 这个警号啊 user user name啊 user name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是 它什么呢 失去焦点的时候啊 不乐 失去焦点的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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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function啊 function然后是 这个里面的话 它就调用这个什么呢 这个调用这个什么 check啊 调用这个 ch-e-c-k啊 check user name user name 调用这个函数啊 调用这个函数 好 这样子是吧 好 这个函数是干嘛呢 那么就是什么呢 function啊 定义一下这个函数啊 check check user name check user name 好 那么的话 首先它进来的时候 要干嘛呢 首先要获取它吧 获取这个 它旁 它这个值是吧 于是 vah一个 val 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 dollar什么呢 dollar这个 dollar user name user name 它的什么呢 val吧 是吧 val啊 val 好 好 那么我这个弹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alert一个什么呢 val吧 是吧 好 好 这个弄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个什么呢 引用了另外一个是吧 假设我这里面 输一个值是吧 离开是吧 就是弹出这个s啊 弹出这个s啊 好 弹出这个s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的话 我什么呢 先判断一下是吧 好 依附这个什么呢 val啊 val val啊 等于一个空是吧 等于一个空吧 是吧 等于一个空啊 好 等于一个空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 好 等于一个空之后 我要干嘛呢 就让它旁边这个东西 把它显示出来吧 让它显示出来是吧 显出来啊 好 让它显示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 什么呢 这个 它啊 它这个啊 它的什么 它的那个是它 是不是就指的它啊 它的那个是它 是不是就的指的 这个啊 关掉啊 好 它的这个input的那个是它 是不是指的它了 是吧 它啊 它的话先什么呢 先拿一个html 是吧 html 然后是什么呢 然后是这个啊 用户名不能为空 是吧 用户名 用户 用户 名 不能为空 是吧 不能为空 是吧 不能为空吧 是吧 不能为空啊 好 然后它在秀吧 是吧 它在秀啊 它再来一个秀 是吧 秀 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的啊 秀啊 好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一下啊 刷一下之后 如果是这个点啊 如果我再离开是吧 是不是用户名不能为空啊 不能为空啊 好 那么的话 接着再来看一下 那么就是这个啊 如果这个通过了之后怎么样呢 就是啊 这个在拿一个return吧 是吧 return啊 return turn 啊 return 啊 好 如果是通过了之后 我再判断是吧 判断啊 这个不通过的话 这个地方已经阻断了啊 通过之后 那么的话 先提前定义一个什么呢 定义一个规则啊 一是吧 这等于什么规则呢 等于一个什么 用户名 用户名的规则吧 用户名的规则啊 用户名的规则 我们就用这个上面的这个规则 是吧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规则啊 这个是吧 放到这里来啊 放到这里来啊 放到这里来之后 那么怎么弄呢 这个时候接着什么呢 衣服什么呢 这个 一是吧 然后是test 什么呢 这个 BAL吧 是吧 这个值是吧 这个值是吧 这个值一开始读过来 如果他不 他通过了这里 就到这里来了 是吧 如果他不通过这里 怎么样 就回去的话 是吧 接着来通过这里啊 然后的话通过这里的时候 就用这个正轴来test它 是吧 他符合这个正轴的话 是什么呢 就什么呢 就这样子是吧 好 符合这个正轴啊 好 这个是test的 如果是符合的话 符合啊 好 符合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是让他什么呢 让他hide吧 让他hide啊 好 这个的话呢 这个dolard is 哪一个hide的 hide啊 好 如果是不通过的话 是吧 else 是这样的 else else的话 怎么样呢 就是他 这个是吧 他是吧 那么用户名 是吧 提示一下他 提示一下他是吧 用户名 名是什么呢 六道 六道什么呢 六道什么呢 二十位的 二十位的 二十位 的 数字 数字 或者什么 字母 字母或 是吧 下画线吧 是不是这样的 下画线 下 下画线 下画线嘛 这样子的是吧 好 这么写完 输入 先不输入什么呢 就是空了是吧 再点啊 再点就讲说输入这个 再来 再来不行吧 是吧 as不行啊 再来一个 也不行是吧 再来一个啊 哎呀还不行是吧 六个是吧 好 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 可以了吧 是可以的吧 是吧 这个是可以成功的啊 好 那么的话还有一点 就是说比如说我 不成功的时候 我再点一下 应该怎么样呢 不成功的时候 点一下应该 这个这个提示应该没有 是吧 这个提示应该没有啊 好 好 这里呢 比如说那么再来个 这里面再来一下啊 那么就是 在click的时候啊 click的时候让这个东西 什么 $Z $Z啊 好 $Z $Z是什么 next吧 点next 然后怎么 来一个hide啊 hide 好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 把这个做出来了吧 这个啊 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 比如说我 不成功是吧 不能为空吧 是吧 好 输入一个字 是吧 不行是吧 再来输 点的时候是吧 这个应该 我在输的时候 你应该不提示我是不是这样的 我输完之后 才提示我是吧 这样子啊 不行 再来一个 不行啊 好 这样行的吧 对的是吧 好 这就是正德的什么 这是表达验证的基本原理 是吧 基本原理啊 这关于这个用户名的是吧 用户名的基本原理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是 正德的一个用法啊 其实我们用的不多的 我们用的是什么 大部分是什么 是写这个逻辑吧 正德只是用了这一块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就放在这里啊 是吧 就放在这里啊 就放在这里 然后的话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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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